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当初是有十二年 十二年这样 所以开始的时候我是在 Find Dining 做 然后我就移到酒店 最后我过来这边的时候 是在Pug Royal Beachwood 我在这边是 就是Find Dining 海鲜为主 还趁年轻的时候就出来试一下 出来闯一下 来看看一下 到底可以做得怎样 因为毕竟在酒店 也是帮忙那个酒店 转发一些外面这些 所以对客户需要 然后对客户需要 喜欢的东西 都大概有一点了解 所以我就决定试试 开始是十一点 做到差不多两点半这样 然后晚餐就会从五点开始到九点 但是自从 Cirkey Breaker开始的时候 然后我就开始换了 中间我们没有休息 中途的时候时间有一些客人来的话 然后我们可以继续服务他们 现在我们的日市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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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的行为 平坏市市市市市市地感到 我们otheast 我们就开始加入一些网络的群组 有一个群组叫做Singapore Restaurant Rescue 上进去那个群组了 开始做一些posting在里面 开始放一点我们的招牌 我们的一些菜典 这些就那个送费怎么 how can they order from us 这些 做了一些像这样的东西 so that hopefully 人家会跟我们 order at the same time 我也找了一些outsourced的那些 food delivery的guide 来帮我deliver so island-wide instead of just within一个radius usually delivery platform 他们都是做 within一个radius like maybe radius of 4km from你的restaurant so but with this 他可以做island-wide 每个人也是在做island-wide deliveries 然后我们也是 也是要跟那些delivery platform challenge 那种foodpanda grat food 而且我们又刚开SPA 我们其实还在那个process 我们在build那个reach for我们的customers 即使这个Circuit Brackle stop了 you know 不是每个人都会有那个信心 出去玩啊 出去吃啊 you know 一家人一起出去 多多少少会还会提防一下 我看至少也要再等多一个5个月 6个月再来观察一下 so 我还是会保留那个island-wide delivery so that maybe people like for customers 他们住比较远的地方 像Jurong 离这边比较远一点的地方 他们还可以继续order到我们的食物 嗯 嗯